還有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意外嗎 我蠻意外的 我蠻意外的 我坦白講我蠻意外的 所以我必須要花一點點時間 來聊一下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其實我跟賴清德主席的結緣 是來自於為我很尊敬的長輩 介紹我跟賴清德主席 在前一段時間見面 那這個年輕人嘛 見到賴清德主席 我個人準備了非常多 這個考古題或是必考題 我就覺得說賴清德主席 會問我很多問題 比如說這個如何鬥倒國民黨 比如說如何勝選 如何爭取年輕人的選票 我當然準備很多副案 我不太可能空手去 可是坐下來之後 我發現賴清德主席 都在跟我聊一件事 就是我的考前猜題全錯 零分 賴清德主席都在跟我聊一件事 聊怎麼樣團結台灣 這件事我很意外 我坦白講我很意外 就是我以為會專注在 國內的政治 我以為會專注在國內的選舉 聊的是如何把台灣 每一份本土的力量都團結起來 團結的台灣是強韌的台灣 強韌的台灣是強大的台灣 強大的台灣就可以面對台灣之外 所有的威脅 在聊這件事啊 也是今天民主大聯盟的雛行 跨領域 跨世代 跨黨派的雛行 原來在那個時候就發想 那聊完之後 我更意外的事情是賴清德主席 跟我提出的邀請 正好2024年要一起分戰 我很意外 我坦白講我很意外 我意外到就是 我還在主席的家門口出車禍 我開出去的時候 車門還掛到 我坦白講 對我來說是很意外的事情 我回去思考很久啊 就是我到底在2024年 包含我 包含所有台灣人 包含在座的每一位媒體朋友 以及在螢光幕收看這次直播的朋友 2024年的台灣 面對的抉擇 可能遠比大家想像的還急迫 我們台灣從民選總統到現在選了七次 從來沒有一次像此時此刻的台灣的總統 需要面對解決的問題 緊迫到 甚至我們沒辦法期待 推到下一屆總統 這對台灣是個重要選擇 是個交叉口 是個路線的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委屈去求權 我們可以選擇壯大自己 來抵禦威脅 這是選擇 我覺得每一個台灣人在此時此刻 都要做出這個選擇 我回到家 我坦白講我近了好幾天 我在思考 我對很多政策 尤其是民生政策 跟民進黨的認知不見得相同 可是這是關起門的事 我們現在面對的是門外的挑戰 我們面對的事情是 打開門之後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 面對家門口的敵人 對不對 所以我想了很久 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衝擊 就是跟民進黨合作 從我的出身 我的認同 我的交友權 是很大的衝擊 可是當我想通了 家門的 家裡面的事是家裡面的事 可是打開門 面對門外的敵人 門外的威脅的時候 從蔡英文總統 到賴清德主席 捍衛中華民國 捍衛台灣的方式 跟我高度一致 所以我接受 民進黨的邀請 跟民進黨合作 所以這件事情看起來意外 可是經過我的闡述 其實坦白講 意料之外 輕力之中 最後 為什麼接受邀請之後 要談的是選區 為什麼有的人蠻意外 因為我在中和參選過 一兩天蠻多 我在中和參選過的支持者 問我 為什麼不繼續在中和 其實雙和是個生活圈 是共同生活圈 我自己國小 幼稚園念的就是野生幼稚園 在永和 國小念的是育才國小 是也在永和 平常遛狗跟運動的地方 在四號公園 一半中和一半永和 平常跟家人吃飯的地方 在比央廣場 在永和 其實是共同生活圈 再加上有一半 中和的秀安區 就是我去年選舉 議員經營的地方 我認為我來到第八選區 我兩歲喔 我兩歲 大家沒有算說我兩歲 他現在在永和服務了37年喔 從市民代表到永和市長 到六屆的立委喔 這一屆如果他在連任 他在永和會賣相41年喔 永和在我小的時候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意見 都有印象 他被稱作為淡黃的區的文教區 有非常優秀的學校 與台北一水之隔 裡面的人 軍公教 他們覺得自己 充滿了城市的光榮感 可是37年之後 現在的永和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有一些媒體 用人口黑曆 一般講人口紅曆嘛 用人口黑曆來形容永和 人口外移 新北市 名列全貌 物價 房價 新北市 第一名 街道 巷弄 狹窄 房子 老舊 需要去更新 我不會怪到是林德福 我的對手的錯 這是一個正常城市 都會面臨到的新更衰 一個城市要健康 在面臨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需要新陳代謝 所以站在我的立場 我可以給永和帶來新的活力 新的新陳代謝 所以我的競選口號 已經講好了 我已經想好了 而且我宣傳照也拍好了 我的競選口號叫做 永和上新菜 永和人 今晚你想來點李正浩嗎 永和上新菜 那千萬不要只有今晚 想來點李正浩 到投票的時候 來點李正浩 跟賴清德主席好不好 好 所以我以上就是我的心路歷程 跟我選擇選區的地方 當然未來對永和 還有非常多願景 我會逐步的公佈 逐步的公開 那相關的政策白皮術 也都一定會負責任提出 上面就是我介紹 謝謝